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凯文 在上节课中我们编写了所有状态的G类和有限状态G的管理类 接下来就去实现所有状态的状态类 打开Unity 在Unity中创建一个状态类 我们先写巡逻的类吧 先继承鸡类 然后写一个构造方法 将寻入宿主传进来 初始化一下当前状态所需要的参数 将状态设成巡逻状态 然后巡逻状态下的转向速度 移动速度 选择巡逻点 有了这些参数就可以构造出一个巡逻状态的类 如果要实现这个状态 我们还需要去重写两个G类的方法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方法是检测当前状态 是否需要转换到新的状态 我们根据位置来判断 如果玩家与对象的距离 小于了追逐距离 那就需要将状态切换到追逐状态 我们需要通知状态管理类 触发的事件是我们看到了玩家 还需要去实现一个当前状态的行为 这些方法我们在上节课都写过 行为就是指当前状态下AI对象要做的事情 如果已经抵达了一个巡逻点 我们就去寻找下一个巡逻点 然后就是控制AI对象转向 移动和播放动画 这些都是我们上节课写过的代码 我们下节课写过的代码 控制AI对象转向 控制AI对象移动 我们下节课写过的代码 播放移动动画 播放移动动画 这样巡逻状态就写完了 我们再去写追逻状态 这里还是一样的 继继续作用设写成复类 写一个构造方法 写一个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的内容跟我们写的上一个类内容很像 我们去把东西复制过来 改变一下状态 这里是追逐状态 然后追逐状态 我们希望AI对象跑得再快一点 重置一下它的移动速度 重写状态转换的检测方法 我们知道追逐状态 既可以切换到攻击状态 又可以切换到巡逻状态 所以我们的判断条件要多一点 追逐的时候 先将目标位置设成玩家的位置 然后计算玩家和AI对象之间的距离 做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当前的距离 是否满足攻击的距离 如果可以攻击的话 我们就切换到攻击状态去 切换到攻击状态的事件是 靠近玩家 否则判断是否 可以切换到巡逻状态 切换到巡逻状态的事件是 我们把玩家弄丢了 然后重写追逻状态的行为方法 追逻状态的行为跟巡逻状态的行为是一样的 都是移动 所以我们还是将代码复制过去 只是这里我们不再需要去寻找下一个巡逻点 而是一直将目标定给玩家 这样追逻状态也写完了 我们再来写攻击状态 继承复类 写构造方法 将巡逻数组传进来 初始参数我们还是去复制一下 这样节约时间 改变状态 复制过来的代码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改变它的状态 攻击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转向更快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给它设个12 让它可以快速的朝向到玩家对象 再重写状态的检测方法 攻击状态也是多条件判断 因为攻击状态有可能会转到追逐状态 也有可能会转到巡逻状态 所以这里还是来计算一下 对象与玩家之间的距离 对距离进行判断 对距离进行判断 并且它小于巡逻距离 那么我们通知控制器 改变它的状态 因为已经不在身边了 所以我们将事件改为 看到玩家 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玩家与对象的距离 已经大于了巡逻距离的话 已经大于了追逐距离 我们就认为应该切换到巡逻状态了 我们就通知控制器说 把玩家弄丢了 找不到玩家 再来重写一下行为 将目标设成玩家 然后朝玩家转向 做到一边 再与玩家转程 我们会先辞着用家转顶 播放攻击动画 我们在控制类里面已经写了 所以我们直接过去调就好了 攻击状态也写完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死亡状态 虽然我们没有做死亡处理 因为没有攻击数值 但是我们还是把死亡状态实现在这里 死亡状态非常的简单 构造方法里面只需要重置一下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 将状态置为死亡 然后重写检测方法 因为死亡状态没有什么可以检测的 所以这里不需要任何的实现 然后重写状态行为 只需要播一个死亡动画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试种 这种状态类都已经写完了 再回到管理类 我们刚才还留了一个小尾巴没有写完 就在这里 构造状态这个方法 我们刚才就没有写 现在我们去把它补充完整 首先我们在这里获取 寻录的所有的寻录点 然后将GameObject转换成Transform 我们下一个新闻 转换之后获取了一个位置信息的宿主 然后我们来开始构造状态 先构造巡逻状态 将刚才获得的这个宿主传进去 添加巡逻状态的事件与状态 当他看到玩家的时候 就应该将状态切为追逐 如果死亡的话 状态也该切为死亡 然后将当前状态添加到状态列表 再来构造追逐状态 添加追逐状态的事件与状态 如果靠近玩家 就切换到攻击状态 如果离开玩家 就切换到巡逐状态 就切换到巡逻状态 死亡切换到死亡状态 这就是我们在课程开始说的 每一种事件与状态 是相对应的 这就是在构造当前状态的字典 攻击状态 如果玩家离开 就立即切换到追逐状态 追丢了之后 玩家已经走远了 就切换到巡逻状态 如果死亡 我们切换到死亡状态 我们这里的死亡状态就只有一种 但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经常会有复活这样的行为 这个时候可以将它添加到死亡状态里面 当触发复活事件的时候 就切换到复活状态 不过严格的来说 复活不算是一种状态 它应该是一个事件 好了 我们所有状态都构造成功了 现在就切到Unity中去调试一下场景 看看我们写的代码 有没有起到我们想要的作用 我们还是用上节课的这个场景来调 这样比较方便 只是将这里的脚本换一下 换成我们这节课写的状态控制类 其他的都不需要改变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切到编辑界面来观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AI对象处于巡逻状态 它在我们设定的几个巡逻点上 不断的徘徊 现在我们控制玩家对象向前 向AI角色移动 大家可以看到 当进入它的视线范围的时候 立即就切换到了追逐状态 然后追逐到可以攻击的范围的时候 又切换到攻击状态 玩家离开了之后 又切换到追逐状态 这样就说明我们所写的这些状态 包括状态内是没有问题的 先将项目停下来 这样我们的有限状态机通用框架就写好了 大家可以按照这种模式 添加很多不同的状态来控制AI对象 当我们添加新状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状态与状态之间的切换 以及触发切换状态的事件 我们需要将这些事件与状态对应的添加到字典里面 不然我们的新状态就没有办法触发 游戏对象的AI系统非常有趣 我们可以让它根据设定做出各种反应 这些反应可以非常的接近现实 不过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编程的实力 在课程开始我们就说过 AI编程的内容非常的广泛 大家还需要去阅读更多的书籍 累积更多的知识才能让虚拟对象更真实 好了 我们课程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学习完了 感谢大家 再见